那對阿 今天是最痛的 對不起 我也看不太懂 OK 我的身高下去 請隨便回家 在泡沫道裏面上 被散發生 泡沫道裏面 水甘沫 nos成功 仍然咬來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上个礼拜吧 所以上礼拜就收到那个饮食控制说明 就是蔬菜水果奶类 不可以吃蔬菜水果奶类 跟奶类制品 包含起司跟优格 然后也不可以吃油炸类的 全麦类的东西也不可以 坚果也不可以 加了水果跟坚果的东西也不可以 所以今天早餐就是白吐司跟黑咖啡 然后我这次做的健檢呢 是要去两天一夜的 所以我明天就要去健檢中心 staycation 大家最近有在看鱿鱼游戏吗 我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 我会死到这次 最后来的 好的各位我現在來嘗試做一個韓式蒸蛋 因為現在我需要控管我的飲食嘛 所以我能夠吃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呢我最近著迷上看那個YouTube的Shorts 應該叫短影片吧 就是有點像是IG story的感覺 然後你就是一直這樣子滑滑滑 然後就有些煮飯的channel 他們就會做那種15秒的食譜 我就被我滑到有一個韓式蒸蛋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我今天就來試試看 但是我家並沒有專門做韓式蒸蛋的那種鍋子 所以我只能用這個大的鑄鐵鍋來試試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但是隨便亂做反正都是要吃小毒的 我會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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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我會準備好了嗎 我會準備好了 嗯!可以嗎? 不错 嗯!好好吃欸! hellohellohelloeverybody 我現在素面朝天 然後今天是我要去見見的日子 我剛突然發現一件 有點嚴重的事情 因為我台灣信用卡其實額度沒有很高 然後我回台灣的時候訂酒店啊 那些都算在這張卡上面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不夠額度的 好的我剛用線上智能客服 即時調整額度 這樣我等一下就可以去見見了 因為我剛突然想到 嗯!不對!我這樣子等一下卡刷不過 沒辦法見見 然後我這邊有一疊的資料我現在要來填寫 裡面就是包含很多同意書啊 什麼 快篩啦!健康問卷啦! 內飾鏡! 心電圖!消化! 活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做健檢 剛剛最近就是看太多醫療劇 然後我就常常會覺得 會覺得心驚膽戰你知道嗎 就現在這個世代我覺得 那種年輕人會有的毛病 越來越多了你知道嗎 我剛剛剛剛突然快篩 然後現在在等結果 然後你看我現在手上帶了一個 那個手環 他就是每做一個檢查 就這樣掃進去 然後醫護人員就會知道說 你已經做了什麼樣子的檢查 是不是好像有點高科技 因為我現在要等快篩 結果出來大概要半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就在一個 好像是餐廳嗎?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先來工作一下 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都可以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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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 我現在已經進到我今天的房間了 結果 好像又是另外一個酒店的 那個開箱的感覺 這個地方其實真的跟酒店的客房 沒有兩樣給你們看喔 首先呢 進來是一個這樣子的浴室 進來呢 有一個床啦 有衣櫃啦 保險箱 然後熱水瓶 水跟小點心這樣子 然後 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像床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書桌 就是一個簡簡單單 但是其實蠻舒適的房間 他剛剛還有送了這個 檢查服過來 所以我現在 先去換一換 對 其實這套衣服還蠻舒服的 而且做完檢查是可以帶回家的 好啦 沒關係 這帶今天是最痛苦的 喔不是嗎 對 我們要喝血劑 喔好 因為晚上我會教你怎麼喝血劑 然後一直到明天我會幫你安排檢查 都會帶你過去 好的 好10368 心臟是85 這個標準都是正常的 OK 好 好 這是測血中的陽氣 對不起 對 然後是用那個 銅網線去偵測 好 明明的血壓是97 正常是95到18 但是妳是97 然後旁邊這個是心跳 OK 我有忘記剛剛護理師跟我說 要幹嘛了 好像是量身高體重 然後好像 一個喔 一個肺功能還是什麼的 檢查 然後就要去吃飯了 需要在20分鐘內把它灌完的 剛剛護理師跟我解釋的應該整整有20分鐘吧 天啊 明天要做的檢查也太多了吧 然後這個是 陳皮 就是怕我喝到真的 很想吐的時候可以含在嘴巴裡這樣子 要努力的在20分鐘內把它喝完 然後要喝4瓶的白開水 我剛剛偷喝了一口真的是不怎麼好喝 它的味道很像 加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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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的雪碧 各位它真的很難喝 我朋友說它上次喝這個的時候可以配運動飲料 早知道剛剛就要求說有沒有運動飲料 現在時間是10點50分 然後我已經喝完快要3個小時了吧 可是我到現在還沒有去廁所 肚子髒了好不舒服喔 不過我現在肚子開始有一點就是咕嚕咕嚕的感覺了 所以我應該很快就可以跑廁所了 好這有點TMI大家可能沒有想知道 好不舒服喔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睡著了 好早 現在是早上的6點鐘 300cc跟600cc的水要喝 好的我剛剛做了靜態心電圖 腹部超音波 好像是X光片跟骨質密度的測試 我等一下就要去做腸圍景了 其實老實說我有一點點小緊張 因為我沒有就是麻醉過 我只有在那個drama裡面看過人家麻醉這樣 剛剛抽完血之後 還放了一個軟針進去 就是等一下放麻藥的時候就 不用再打一次針 今天進度良好 來 現在時間是兩週之後 我收到了我的檢查報告 其實第二天的時候 醫生已經大概跟我過了有70%的報告吧 但是今天就是一個完整的 有點緊張 應該沒有什麼事吧 也太多了吧 哇 因為我這次做的項目還蠻多的 然後裡面有包含什麼超音波 內視鏡 X光 然後很電腦斷層等等 所以它就是都弄成一張光碟之後 如果有需要的話就是可以再回來看這樣子 對 我這一次在做大腸鏡的時候 有割了一塊結腸席肉 他們說好像是大概1.5公分 其實其實還蠻大的 對 但是席肉應該是蠻常見的啦 只是說如果席肉太多 然後放著不管的話 以後可能會有一些病變這樣子 我應該要多喝水 多吃蔬果 因為我有輕度脂肪肝 輕度二肩半脫垂 二肩半逆流 喔 還有一點點的胃炎 Anyway 然後 It's official OK 我的身高現在是163.8公分 好 這些我其實真的都看不太懂 然後因為我有慢性過敏性鼻炎嘛 所以醫生說 我的鼻子中間這一塊其實是彎曲的 就很歪 所以大家其實看我的鼻子是歪的 因為可能性鼻涕型什麼太用力了 我大家以為看報告會有很多可以講的 但發現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不要啦 因為裡面有太多那種專業的術語 看也看不懂 解釋也解釋不出來 只要知道之後要怎麼維持有哪些地方要小心 然後要注意的 也應該OK了 其實健康檢查我之前也在想 要不要做到這麼完全 因為我這次真的是定了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真的什麼都做了的一個健康檢查 但下一次呢可能就是兩三年之後 我再回去做一些比較重點的檢查 我覺得應該就OK了 像腸胃鏡啊什麼的 像我這種就是做起不正常 然後吃東西也不是那麼正常 還有一個是我真的覺得身體健康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包含 至少我自己啦 就有很多東西是小時候沒有照顧好 像我自己的話就是牙齒跟眼睛 這兩個都是小時候蠻不停畫的 然後天生的底又不是太好 你知道嗎就像有些人他可能怎麼吃 他再不刷牙再不用牙線他都會蛀牙 那我的話是本來就容易蛀牙 然後我小時候又沒有好好刷的話 那就是有現在的這個結果 對 牙齒真的是我心中應該是會一輩子的痛吧 對 但是這個也怨不了別人 因為是我自己沒有好好去照顧他 就是這個是不可逆的東西嘛 因為這是我自己造的孽 對不對 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好不好 不要以為自己年輕就可以為所欲為好不好 我認真的覺得扶老或者是接受自己年紀 在增長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然後25歲之後我覺得你就要 就是你不要再糾結於說 哇天啊我要變老了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好好地說服自己 欸 你年紀真的在增長了 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了 我覺得30歲以前然後去做一個完整的健康檢查 然後之後再重點追蹤就好了 對 就至少你可以更了解你的身體有哪些狀況 然後有哪些要小心的 這次回台灣其中一個重大的任務就這樣子 完成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痛苦蠻多的 尤其是腸胃鏡的部分 那大概是這樣子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然後開開心心 好嗎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吧 掰掰 我們 quasi不記得 我們最後一次的急給你 一下去看 我們下個座位